主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麦子。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是道路。 今天你一定要注意,你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你选择到哪里去,怎么走才是正路,你是不是正在跟随主,走的是不是主的路,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讲道路,说是讲道,又好像说家常,又不是说家常。 是讲道理,是讲灵魂的事。 说是讲灵魂的事,又讲生活的事,也是神的话。 但是,都统一起来了,活出基督,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 耶稍稳要离开门徒了,也许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光信上帝还不够,也当信我。 我离开你们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到父那里去 是给你们预备地方的 什么时候给你预备好了地方 就把你接到我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四节 有些弟兄姊妹走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走了 因为给他预备好地方了 我走了好几回没走成 肯定是那里还没给我预备好地方 预备好了肯定就走了 到哪里去 耶稣说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主在哪里啊 你放心吧 他在天上 你就在天上 他在父家里 你就在父家里 有的人非得问 信主死了 上哪里去 谁接去的 就上谁那里去 耶稣一说要走了 门徒说 你上哪里去啊 耶稣说 我上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门徒说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你上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告诉大家 没有改变 这个人信主 整天学神学 但是 他可能没有悔改的见证 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 实际上 是使徒行传的继续 他本身 就是圣经 他本身 就是生活在主里面 他的所作所为 总结起来 就是神的见证 都是主 在他身上做 我们这个教会经历的 不全是神迹吗 全都是神做的事啊 弟兄姊妹身上发生的 也是神做的事啊 有的人问 我是怎么管的教会 吓死我 我也不敢说 是我管的 连我 都是神管理 我管什么教会啊 教会 是神做工 我在这个地方 服侍大家 不是我在这里 办教会 这是 神的教会 只要讲的是道路 讲出来的 肯定是真理 真理 不是空洞的理论 而是实实在在 和你的生命 生活 连到一起的 讲的道理再好 只要不讲道路 都是空洞的理论 和生活 联系不起来 信徒听那些东西 很难长进 为什么呢 因为不联系实际 他不知道 怎么改 道理听了一大堆 头里 装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但是 那些道 和生活 联系不起来 这样 怎么进步啊 信徒 怎么长进啊 讲的道理好 但是 圣徒 不长进 讲 彼此相爱 但是教会 嫉妒 纷争 讲个人 看别人 比自己强 但是下头 光批评 论断 你说 这个教会 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 你得走 这条道路 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你自己不爱主 让别人爱主吗 你自己没有这种经历 讲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有树林的权柄吗 你讲的道 都没征服你自己 那些话 能够改变谁啊 你明白 这么多道理 对你生活行为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那些话 讲给别人 能改变谁啊 所以 首先 要让神 用祂的话 征服了你 你传达神的话 才带着权柄 才能改变一颗颗 刚硬的心 以上 为王三元牧师 正道 摘录 愿主 祝福 每一位弟兄姊妹 为王三元牧师